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入丽丘了之后 天气比较干燥 今天我们来包一口比较韧燥的汤 这个是百合蜜枣 玉珠 还有海底盐 一个莲子 然后这个是霸王花 霸王花晒得比较干 我们先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然后再来清洗 今天要特意跑去超市买的玉珠 这个是300多克19块多 比菜市场便宜好多 这肉看起来也很新鲜 先冷水下锅焯焯一下 加一点料酒去腥 焯焯好了捞出来清洗干净 切好了放到砂锅里面来 把这花蕊的部分洗一下 它有熟有蚂蚁 剩下的食材也全部洗一下 至于莲子是不能浸泡的 浸泡过的莲子包出来是硬性的 加入适量清水或者沉浸水 先大火煮开再软小火煮一个半小时 今天中午吃牛肉炒黄瓜 现在吃牛肉比吃猪肉还划算 买5块钱猪肉丸 他说我都不好意思摇给你 现在猪肉那么贵 一般都是买10块钱猪肉丸 他猪肉制品也跟他打算 好了我们的汤包好了 再来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哇包出来好香 这个汤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 喝起来很顺滑 特别好喝 我们舀一碗出来 今天这碗包完花百合汤 喝起来比较滋润 特别适合这种立秋过后 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